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未来中国经济在一段时间里头增长的态势 大家知道最近这一段时间 整个中国对于经济增长的信心好像是在下降 主要原因是今年下半年以来 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下降 然后我们也经历了像拉杂限电这样的一些事件 还有房地产出现的一些波动 所以好像中国经济有一些波动 那么这样使得大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一些疑虑 但是我想说的是 即使是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在减速 哪怕是我们最后一个季度 经济增长速度 比如说下降到2 我们全年的经济增长速度 仍然会超过8% 我的预计大概是在8.5%左右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增长速度 我觉得我们这个担忧是没有那么必要的 下半年经济增长减速 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去年的下半年经济恢复太快了 它有一个所谓的撬尾的因素在里头 那么你今年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再去增长 其实这个难度是增加了 再一个就是中国经济的本身的潜在增长率 恐怕也就是在5.5%到6%之间 那如果今年能够增长8.5% 那应该是很高的增长速度 其实你两年这么平均下来 我们的增长速度也是在5.5%左右 所以差不多 就是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 去年我们在讨论 就是中国经济在未来两年的增长速度的时候 很多人也是这么算的 就是这两年一平均 你达到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 已经是很好了 所以我想这是第一点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 整个世界包括中国经济 有向好的成分里头 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这些向好的成分在里头 第一个向好的成分就是疫情的变化 当然疫情全世界都没有完全控制住 这个细菌它一出来 你想完全消灭它 其实难度非常大 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办法来控制它 不要说打疫苗 你打两针疫苗 你得重症的机会就大大下降 死亡的概率就大大下降 如果你再打一针加强针 第三针 那么这个概率就更小 那我们全世界都在向着这个方向走 那我们中国也在向着这个方向走 在一些大城市 很多人都打了第三针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 就是现在这个治疗药物出来了 如果治疗药物它出来之后 那我们对付这个病毒就更加会有利了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大号感冒来对待 那么中国现在做这个动态清零这样的一个措施 主要是要确保我们冬奥会不出现大的这个疫情 但是即使给定我们现在这么严格的这种防疫措施 对我们日常的生活 对我们的日常生产 说实在影响 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当然我们觉得很不方便 但是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大 我甚至在想 明年的时候 当全世界都开放的时候 恐怕我们整个这个国际的旅行就会爆棚 所以如果你想明年夏天要出去玩的话 我估计很多人都会 第一个想法就是赶紧买一张机票 到国外去旅游一趟 但是你最好现在就把机票买上 我估计到那个时候你是买不上机票的 其实我们家就在做这个准备 我觉得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 你应该看到这个希望 而不是沿着这个困难 一直往下想下去 因为觉得多数人都会按这个现行的方式 去预测未来 但这个预测往往是不对的 这是第一个有利益因素 第二个有利益因素呢 是中美我们看到呢 经贸关系是在缓和下来 中美元首刚刚进行了一场网上的对话 这个非常重要 那么这预示着呢 中美至少在经贸领域 它会重启这个接触 美国方面呢 也有很多对特朗普时期 对华政策的反对的声音 那么我想呢 拜登政府呢 是在寻找时机 要重新和中国进行接触 其实道理很简单 这个中美之间 不仅没有脱钩 在过去这一年多里头呢 实际上它重新挂钩了 你就看一下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情况 它已经恢复 甚至超过了贸易战开打的时候 那样的一个水平 那中美之间的这种所谓的不平衡 是加剧了 而不是呢 缓和了 其实这个加剧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双方又挂钩了 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东西多了 就是又回到那种结构性的这个问题来 长期的问题 那要解决这些问题呢 中美呢 必须坐下来谈 我想呢 这是为我们的这个国际环境 特别国际经贸环境 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那么第三方面呢 就是我们在国内 我们看到 我们的政策也在调整 比方说这个拉杂限电 这个事情 那我们主要呢 是因为煤炭不够 那政府呢 在加大煤炭的供给 我想呢 这个限电这个事情是一个短期的事情 不会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那我们的房地产政策 因为过去这半年间 我们的这个调控 已经这个见底了 有些城市开始出台了政策 就是限制你降价 这是个很重要的这个信号 对吧 也就是说 地方政府并不是想让你这个房地产业呢 给垮掉 房地产业呢 还是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 当然呢 有些企业出现一些问题 但这并不代表呢 整个行业呢 都垮掉了 我们往往呢 会用 会被一些大的这个事件呢 说左右 但我想呢 这并不代表整个行业的这种状况 那我们不会说把房地产 再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的动力 但是呢 它是给我们一个打基础的一个这个行业 我想我们不会看着这个行业呢 就这么衰退下去 这样 那我们也看到呢 很多城市房地产的政策呢 在做一些微调 那我们到了明年的时候呢 房地产业呢 稳定下来 是很有希望的 那么这是短期的一些有利因素 所以我的这个判断啊 就是到了明年的时候呢 中国经济 我们抗议完全成功 然后呢 我们也跟着世界大多数国家开放之后啊 中国经济在明年的增长 不会太坏 这是短期的情况 那我就更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是中长期的情况 很多人呢 会顺着这个趋势啊 短期趋势一直这么预测下去 就是说中国经济 还会越来越慢 越来越慢 越来越坏 我觉得这种预测呢 是没有道理 过去十年间 中国经济经历了非常剧烈的调整 那我感觉呢 这个调整的已经到位了 那这个调整呢 是两方面的 一个是结构性的调整 就是我们产业之间有了调整 那我们的那些高耗能的 然后呢 这个产能过剩的这些行业 被消解了 那我们的一些新进行业 冒起来了 对吧 另一方面呢 我们的调整是在企业层面 那些僵尸企业 很多呢 都被驱除出市场了 这也是大家产生一些悲观情绪的一个原因 就看到那么多的企业死掉了 其实那些企业就该死 就像我们90年代 上世纪90年代 对啊 我们做的那种剧烈的调整 国有企业那么多的倒闭 那么多的这个民营化 我们5000万人下岗失业 中国挺过来了 而且挺过来之后呢 中国有了十几年的高速增长 我觉得中国呢 在过去这十年所做的调整 就是为下一个十年 新的增长周期打基础 那么新的这个增长周期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那我们知道 本世纪的头十年 我们的增长主要靠 外延扩张 出口拉动 国内房地产拉动 投资拉动 基本上呢 就是靠这两个龙头来拉动 那未来十年呢 恐怕这两个龙头呢 都不可靠了 那我们要靠什么呢 要靠创新 要靠技术进步 那在技术进步方面 我觉得我们自己啊 大大的低估了我们自己的实力 我自己有一个这个判断 就是未来十到三十年 是中国在技术领域的高光时代 我们要重回世界技术前沿 因为这是一千年才发生一件 发生一次的事情 因为上一次还是在北宋年间 我们才敢说 我们在技术上领先世界 但是在未来的十到三十年里头 中国就要在技术上领先世界 因为这个领先呢 有很多方面 我这里呢 只是想提三个方面 第一个呢 是AI和自动化 大家都知道 中国现在是除了美国和日本之外 AI最领先的国家 对呀 就是我们这三个国家呢 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国家 当然呢 我们现在在AI领域呢 我们所谓的 没有所谓的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少 其实也有 核心技术少 什么叫核心技术呢 就是算法 对呀 我们掌握的算法还不够多 但是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应用场景广大 所以呢 AI在中国的应用 是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 对呀 比如说在美国 你现在要在网上买个东西 你还打电话呢 然后呢 这个快递给你送来 还不知道送到哪去呢 中国 你在网上啪啪啪一订 然后呢 你数着分钟 你基本上可以数着分钟 看着你这个包裹到了哪里 我们现在都吸引为常了 觉得这个没啥嘛 对呀 这是我们的daily life 但这个一点都不正常 只有中国能做到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整个这个AI技术 大数据技术 它发展起来了 对呀 我们才方便了 OK 那么我相信 随着中国这个应用这么走下去啊 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 就在算法领域 一定能够赶上美国 因为我们放眼看一下啊 中国在什么地方 离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 一个呢 当然是最尖端的那一部分 还一个呢 就是材料领域 因为这两个领域呢 其实都是烧钱的领域 对呀 你钱不够 对不起 你就赶不上 比方说这个发动机 这个叶片 我们这个叶片 就是没有人家耐用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工艺不过关啊 工艺要过关 要靠什么啊 你得烧钱啊 不断地试 对呀 我们还没砸够钱 等我们砸够钱了 我们就追上它了 但是这个AI不同 AI靠什么 靠脑力 对吧 中国人足够聪明 当我们这个应用场景 大了之后啊 我们呢 就可以呢 不断地呢 来更新我们的技术 对呀 然后呢 我们追上美国的技术前沿 那中国呢 有世界上最多的机器人 那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工业强大呀 强大到什么地步呢 中国的工业增加值 占到世界工业增加值的 百分之二十八 什么概念 排在我们后面三个国家 美国 日本 德国 加起来 只比中国多一个百分之 也就是说 中国的这个制造业总量 是排在我们后面三个国家 加起来的总量 而且这三个国家 都是世界一流的国家 你看 这个大 是有力量的 那我们这个应用就多呀 所以机器人是最多的 你看 你用着用着自己就会造了 这是我们过去四十年 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是新能源领域 现在看来啊 就未来的能源呢 还是太阳能 主要是太阳能 大家可能会说 你搞点核能呗 是 核能呢 是这个 事实上呢 是比较容易搞的 而且呢 也是相对安全的 但是自打辅导 这个核电站泄露之后啊 全世界呢 都在减少核能 我想中国呢 也不可能在这方面呢 大规模的去推核能 除非呢 这个 核聚变 技术成熟了 对吧 那当然呢 那是宇宙的 最终的能源 除非那个 发展出来了 否则呢 我想呢 太阳能呢 恐怕是今后一段时间呢 在主导能源 但是在太阳能领域 中国 不是说领先世界 是绝对的 这个达米兰的世界 对啊 全世界75%的 太阳能相关的 这个产品 中国制造的 世界 装机容量 太阳能装机容量里头 三分之一在中国 对啊 中国完全是对世界是 其他国家是碾压式的 这个优势 对不对 那么我们国家呢 是积极地参与了 世界的 这一轮的 这个减排工作 对啊 我们做出了 非常庄样的纯乐 就是这个双碳目标 对啊 2060年 我们要碳中和 2030年 我们要碳达峰 有人说这个碳达峰 太快了 对啊 逼着我们这个 拉达限电 我觉得拉达限电 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呢 恐怕呢 更多呢 不是这方面的原因 没有压力 就没有动力 我们定了2030目标 对啊 我们才会有动力 去减排 才会呢 进行能源的 结构的 转化 中国 60%的能源 来自煤炭 煤炭是极极肮脏的 这样的一个 能源基础 对啊 它的这个排放 占到中国的 排放的80% 所以我们 要想减少排放啊 最重要的呢 就是降煤 那怎么降煤 那你就要发展 太阳能 对啊 然后呢 我们积极地参与了 全球的这样的一个 减排的议题 那么中国是有能力 去参加的 对啊 以前呢 我们都是被动的 但这次我们是有能力 全世界减排 都要用太阳能 那不是对我们的产品 对我们的技术 有更多的这个需求了吗 对啊 我们在世界 就有了主导权了 你看 我们这是太阳能 第三方面 电动汽车 这也是我们被低估的 一个领域 对啊 电动汽车 我们其实搞的时间很短啊 也就十年的时间 但是我们电动车 发展到什么地步呢 我们的燃油汽车 只占到全世界产量的百分之十 但是我们的电动车 占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 你看 我们在电池领域 有绝对的优势 电池 现在的这个电池啊 它要用贵金属 这个将来总有一天 你是不可持续的 但我们的宁德时代 在研究什么呢 在研究 钠 钠离子电池 钠呀 钠就到处都是 对啊 它不是一个稀缺资源 钠离子电池 它的能源密度小 这没错 所以那续航里程低 但是它便宜啊 对啊 通过你改进 比如说它续航里程达到200公里 就足够了 过去所谓的这个续航里程焦虑啊 它其实更多的是心理的 而不是实际的 对啊 我们现在各个地方的充电桩 越来越多 对吧 而且呢 你在晚上充电 极其的便宜 因为它这个晚上用电少啊 但你还得发电啊 所以晚上的电是极其的便宜的 我家里就可以充 我不要那么快充 我七个小时充晚就行了 我一充一晚上 对吧 民用电就可以充 极其的方便 那这样的话 你还要什么 这个续航啊 我们一般开这个车 你天天去跑高速吗 不可能嘛 就在城里跑 你一天超过200公里的可能性 是微乎其微的 对吧 再别说很多地方 这单位里头还有充电桩 就像我们这单位似的 我们有充电桩啊 人家不愿意在家里头充 你到这来充 免费 对吧 所以你到南方城市去看一看 比如说三亚 新车里头一半以上都是电动车 对不对 而且呢 比这更好的是什么 就我们的高档电动车 魏小李 卖的是越来越好 对吧 而且呢 他不怕特斯拉降价 特斯拉价格已经降到20多万 一辆了 我们的魏小李还在三四十万呢 他照样的卖得动 我不知道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这是头一回我们国产的豪华车 他销量在大幅度上升 魏小李的这个销售已经超过了 超越了他这个能够存活的这个门槛 就是一年十万两 当然呢 这个离特斯拉还差得很远 因为特斯拉一个月他就卖五万两 但是我们改 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好处 我们引进了特斯拉 特斯拉就带来这个年月效应 对吧 你看一下这个销量啊 我们魏小李的销量 就是去年特斯拉开始卖车开始 对吧 大家都一起进步 所以呢 开放永远呢 对中国啊 是一个刺激的作用 对吧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制造能力如此强大的时候啊 我们不怕竞争 其实竞争会带来更大的好处 对吧 我们可以放开了想一想 我估计 最迟啊 这个十年之后 中国的电动车会重走日本汽车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走过的路 也就是大规模的出口 你看 而且呢 我们可能的那个高档的电动车也一起出口 所以 这三个技术呢 只是我们看到的未来技术的一个代表 其实 我们很多这个领域啊 都开始赶超世界 甚至超越世界 过去这一些年 我去看了很多的这个隐形冠军企业 特别是在三东 我们都觉得三东在衰落 三东没有衰落 三东有很多的隐形冠军企业 看的都震撼 不大 但是销量世界第一 在他那个领域里头销量世界第一 技术世界第一 对啊 碾压式的 对不对 这就是过去这十年中国所取得的这个成就 所以我想总结一下呢 就是我们做企业的 还有做政策研究的 不要被这个短期这种趋势啊 所击败 其实做企业的更应该是这样的 对啊 你埋头拉车 使上劲 这是对的 但是呢 有时候抬头啊 看看远方 也是非常重要的 你就想想那些伟大的公司都怎么死掉的 比如说科达 摩托罗呢 这是最近的两个例子 两个伟大的企业啊 说死就死 一夜之间全死掉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 他老不抬头看 他老是被眼巴钱的这点利润 说左右 对啊 最后世界变了 他只好自己就死掉了 对啊 所以 我自己判断 未来这个10到30年啊 这世界上最好的投资地 仍然是在中国 而不是在其他国家 对啊 这是我对这个中国经济 有信心的 这个地方 我们大家呢 不要被这些 短期的 经济的下行所左右 应该看到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不渴 COM 我认为 看到了